韩食 古时的韩食节 家家敬火 吃现成的冷食 晚上敬点灯烛 日间人们常出外游春 有一年韩食节 诗人韩红在长安城里漫游 走着走着 韩红为眼前迷人的春光陶醉 只见大街小巷里处处飞花 柳絮飞舞 日暮时分 韩红为了一览长安城暮色 登上了高塔 他看到皇宫中 隐约晃动着一团团火光 他知道 这是太监在走马船竹 朝廷进城家里 很快就变得明亮 然而 城里的一般官吏 和普通百姓人家屋里 却仍一片漆黑 在唐代 皇宫和贵族宠臣府邸 在韩石节仍能点灯燃烛 普通人家 却根本享受不到 长期屈居幕僚 诗意不得知的诗人韩红 对此明暗差别 有所感触 回到住处 立即写下 逢古玉京的 韩石 της是去之为 现在